英文里有一句俗语,就是同样与毛的鸟会一起的飞 我们华人也有一句俗语,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今天圣经生活化课程,人机关系系列之二 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课题 成功相惜 我们如何成功,如何继续的成功 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而持续的奔跑前面成功的道路 这边跟大家分享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生灵原则 第二是建立好一个良好的团队 我们来先看第一重点 生灵原则 什么是生灵原则的观念呢? 就是强者生存 在这个现今的社会里面 只是靠着你本身的强大可以生存下来吗? 现在看似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有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生存下来 如果你是一棵树 如果你是一棵树 生长在森林里面 那你本身的树枝就要好 再加上,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在现今的世界 现今的社会里面 只是靠着本身的强大 并不一定可以生存下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帮助我们 这样我们才可以长大 茁壮 生态就好像社会 团体 公司 如果我们要在社会里面 在团体中 在公司里面生存下来 我们必须先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尽我们的责任 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 强大自己 同时与时俱进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社会里面 团体中 公司里面生存下来 那我们如何继续的成功 继续的发展呢 我们必须要有第二个就是 生态的环境 那生态环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周边的人 那如果我们要 我们周边的人来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必须要与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人际关系 对吧 好 我们来谈谈看 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就是整个一个大环境 生态环境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首先我们要 与神和好 那第二呢 就是与自己和好 第三 与他人和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与神和好 怎么样才能与神和好呢 我们借助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 因为借助耶稣原谅了我们的罪 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 接受了神的救恩 得到了永生的生命 得到了永生的一个盼望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情 就会不一样 第二 就是与自己和好 如何与自己和好呢 就是要接受自己 要认识自己 要内心里面有平安 这样你才可以与自己和好 这边有个小见证 就是几年前 因为我在中国工作 比较忙 就是有时候没有时间 照顾到家里 还有孩子 那尤其是对我老二 就是Victor 有一些所谓的亏欠 我一直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就是会有一种不平安 觉得内疚 自责 那直到几年前 我有一次在美国 跟Victor沟通的时候 就把这件事提了出来 我就跟他说 Victor 爸爸 有些事情 对不起你们 因为没有花很多时间 你们在一起 忽略了家庭 那Victor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爸 你已经对整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你不要指责 你要 Make peace with yourself 就是要和自己和好 当我听了这句话之后 我就释怀了 我就得到内心里面的真正的一个平安 一个喜爱 所以 与自己和好 有时候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先要认识自己 要接受自己 那如果有一些事情困扰你的话 你必须把它带出来 跟你的家人 或者是一些人沟通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释怀 才可以与自己和好 与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那第三呢 就是与他人和好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必须要依靠他人 一起的工作 一起的打拼 我们才会成功 所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他人和好是很重要的 那与神和好 与自己和好 与他人和好 就是我们要建立 与神有个好的关系 好的与神的关系 那第二 要自己和好 就是与自己 也建立好良好的关系 那与他人和好呢 就是要与其他人建立好 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样的话 我们在我们成功的路上 我们就会生存 不但是生存 而且会继续的成功 我们来看几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5章18-20节 一切都是出于神 我们劝你们一样的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这段经文很清楚的 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借助基督 我们与神和好了 因为耶税为我们牺牺牲了 赦免我们的罪 这样我们才可以再一次的与神和好 那经文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与自己和好 所以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要建立好良好的关系 与神 与自己 还有与他呢 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取自于诗篇34章14节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 要远离恶行 我们要行善 我们要寻求和睦 就是寻求和好 建立良好的关系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一心追赶 这个是重点 一心追赶 就是我们要有目标性的 我们要有目标性就是 我们要远离恶行 我们的目标是行善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是要寻求和睦 寻求建立良好的关系 一心追赶 直到我们得到为止 这边就是做一个小的一个总结 我们要如何成功呢 第一 我们要先把自己处理得好 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 要尽我们的责任 要与时俱进 要有良好的素质 这样的话 我们先生存下来 那第二 我们要建立好良好的关系 首先 与神建立好良好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你其他的关系都建立不好 那第二的话 就是要与自己建立好良好的关系 与自己和好 这也是很重要 当你不能与自己和好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跟其他人和好呢 当你没有和神和自己建立好良好关系的时候 你怎么能和其他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呢 所以 如果我们把自己本分做好 在建立好良好的关系之后 那我们就会成功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会吸引一些自同道合的人 跟我们走在一起 跟我们并肩作战 成功向西 第二个重点 就是团结的力量 小学的时候 上过这么一堂课 就是一个父亲 拿了一根柴 叫孩子们围过来 父亲就很轻易地把那根柴砍断 叫孩子们把几根柴捆在一起 那父亲就用手 尝试去折断他们 但是这不断 这边就展现了这个故事的真谛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在商场上 在职场上 我们可能很优秀 很出色 很能干 但是如果我们要跟上一层龙 就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在我们背后 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传道书四章十二节 遭遇攻击 一人独自不能抵挡 二人并肩就能对付 三谷凌晨的绳子不容易断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三谷凌晨的绳子不容易断 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那我们如何建议一个良好的一个团队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以臣相待 第二不要以貌取人 第三学会赏识别人 第四要学会信任 那第五是愿意吃亏 我们来先探讨第一点 以臣相待 以臣相待就是我们要诚心地对待每一个人 但是诚心对待每一个人不等于我们是信口开合 就是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要很有智慧的 应该说的我们说 在不恰当的时间 我们就不说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 在英文里面 他们把这段经文称为 Golden Rule 就是黄金的定律 你们要怎样 但人待你们 你们就要如何待他们 所以这是诚心的对待 诚心的相待 这样我们才可得到人心 才可得到就是很多人的支持 这样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因为路遥知马力热酒见人心 所以我们要以尘相待 那第二呢 我们不要以貌取 在这个先进的社会里面 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我们都会以衣装 我们的所谓的装饰 来肯定这个人的价值 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因为我们所看重的是 这个人的价值观 是这个人的品行 他的品格 还有他的才华 所以不要以貌取人 那第三呢 第三我们要学会赏识别人 在先进的社会里面 我们都是自我为事 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 但是这样的人很难在这个社会里面 社团里面 公司里面得到很大的一个成就 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赏识别人 怎么去用他们的才华 我们来看看 一个图片 就是太近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黑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白点 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大部分是白的 但是有一个黑点 那我们看一个人 我们是看他的短处 还是看他的长处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长项 我们的强处 那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短处呢 都有 但是你的焦点是在哪里 你是在 整个黑里面 没有看到那个白点呢 还是你只是看到这个人 全部是黑的 那白点你就不去看 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会去赏识别人的话 我们应该去看他的强点 看他的强处 只要我们会 就是把这个人的强处 发挥出来的话 那这个人 他的潜能 他以后所谓的用处 就会越来越大 而且他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经文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菲利比书二章三节到四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边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 就是融合在一起 才可以互相的侍奉 互相的同工 互相的共识 这样我们才可以打造出一个很好的团队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短处 当我们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这一股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第四点 信任 有句话就是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如果你用这个人的话 你要学会去相信他 他可能会犯了一些错误 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我们也犯了很多的错误 但是谁给我们这个机会呢 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度量 但是错误不是一直的犯下去 如果这个人是第一次 可以原谅他 可以纠正他 让他有一些空间 给他一些空间 让他从错误里面成长起来 这样的话 这个人以后会感激你 他的一生都会永远记得你 说因为你给了他这个机会 你也纠正了他的一些的错误 所以我们用人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信任在里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信不过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用他 第五点 愿意吃亏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些可能弟兄姐妹会笑 你叫我吃亏吗 那是很难的 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 取之于彼得前书 不以恶报恶 以鲁骂还鲁骂 倒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招 好叫你们得臣受福气 不要以恶报恶 人家怎么亏待你 你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鲁骂还于鲁骂 倒要祝福 记得以前 达星弟兄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当你去咒诅那个人的时候 如果那个人不应该受到咒诅的话 那个咒诅会回到你的身上 但是当你去祝福这个人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不应该得到祝福的话 那他的祝福会回到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我们倒是要祝福他们 其实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的心里面会很畅快 会很高兴 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有这个度量 你不因为吃了亏而感到懊恼 反而你会带着另外一个心态 去祝福他 去原谅他 如果你以恶报恶的话 你的姿态就会降低跟他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大度一点 我们的胸态要大一点 去原谅他 去吃一些亏 因为你会被神祝福的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 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团队的几个重点 就是以诚相待 不要以貌取人 学会赏识别人 要学会信任 然后就是我们愿意吃一点鬼 在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人生的一些经验 就是当我在VHLV当CEO的时候 那当时我们的团队是很小 而且业绩量也不大 记得当时因为代理人跟管理层有一些意见 那代理人就是备客了 就是公司 就是管理层 那当管理层做出一些步骤之后 其实当时我们的心态就是 我们要去帮助代理人 让他们的业绩做得更加的好 但是因为当时 有一些所谓的政治的因素 所以有些代理人就是要返公司 那有一些人 刚才我说的 有些人就备客的公司 不要再与公司合作 但是当我们公司表了一个态 就是我们以诚相待 我们尽量的去帮助他们 培训他们 照顾他们 那过了几个月之后 代理人 还有代理人的经理们 看到了公司 真的是诚心的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们陆续的一个一个一个的回来 我接手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们整个所谓的 fund under management or asset under management 就是我们整个基金 只是有50个billion 那当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八年之后就有500个billion 那我们如何建立这家公司呢 第一 我们真的是以诚相待 我们诚心的去帮助他们 去开导他们 让他们知道公司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让他们知道公司是他们 他们是与他们同样一个阵线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重要点 那第二呢 我们怎样建立好这个团队呢 当时 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很核心 每一个人都会彼此的帮忙 就是所谓的赏识别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互相的配搭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专长 每一个人的岗位都是不一样的 做财务的做他们的财务 做销售的做他们的销售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把这家公司做大做强 所以我们把这家公司建立起来 各司其职 我们都把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岗位做得好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部门 把自己的部门做得好的时候 整家公司就表现得很好 所以像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要成功 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的岗位 自己的职位先做得好 不要去搞政治 也不要去批评他们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所谓的自强不息 与时俱进 这样我们才会成功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分享 就是当我去了中国之后 第一份工作是在信城保险公司 那去到一个人身地不熟的地方 我怎样建立一个团队呢 而且不是我自己的国家 虽然我是华人 但是当我去了中国之后 我才真正地了解 我不是华人 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不是中国的华人 中国里面有很多人才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学习的态度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去了那边的时候 我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 所以我就取用了 很多当地的精英 那我是带着一个态度 我赏识他们 我不会因为他们 而我觉得我会被受到威胁 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把一群精英 举在一起的时候 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付出的时候 我们这个团队就建立起来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有一句话 Success breed success 就是成功会吸引成功 今天的课题就是 成功相吸对吧 当你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当你有那种气场的时候 当你有那种成功的气息的时候 你会吸引一些人和你在一起 你会吸引一些 自同道合的人 跟你走在一起 那当你有一个成功的团队的时候 这个团队会吸引你这个成功的成功的团队 所以你这个成功的团队就会越来越大 做得越来越好 更加的强大 成功相吸 他的道路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先要把自己做好 当你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把你自己的本分 把你自己的岗位 把你自己的职位做得好 这样的话 你会表现得出色 你会显示你的才华 那别人会赏识你 那其他成功的人士 也愿意和你交往 那当你自己所谓的成功之后 那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团队 因为在这个成功的道路上 你必须要继续的向前奔跑 你要持续的发展 持续的成功 你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团队 在后面支持你 帮助你 在美国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询问了很多成功的人士 那研究的报告 就是 他们归功于他们的成功 或者是成就 85%是他们的心态 只有15%是他们的专业技能 所以心态 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成功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希望大家 先把自己做好 先把自己的本分 把自己的岗位 把自己的职位做好 自强不息 与时俱进 然后呢 建一个很好的团队 这样的话 我们在成功的路上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和我们一起拼搏 和我们一起打拼 和我们一起一同共创成功的事业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希望这次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迪欧姐妹 那我们下一个月 同样时间 我们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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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